大家好 我是北京的迪春坤 相信大家都在家里吃过炖牛腩 牛腩在炖熟过程当中怎么炖都感觉都比较老 今天我就用粉丝的要求做一道家庭版的红烩牛腩 按照我的做法保证你连汁都剩不下 首先我们先把主料牛腩 牛腩我们是选用的牛腰窝在一块肥瘦相接 我们在切牛腩的时候牛腩块大一点吃才过瘾 切的时候均匀一点像核桃大小 牛腩切好我们用清水把牛腩外表的杂质血水去掉 清水里浸泡5分钟以后焯水 凉水下锅 太锅了把血沫打出来光火 焯好的牛肉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过程 就是用温水把牛腩再清洗一遍 现在我们牛腩里还要增加一点配料 先土豆切大块的一块 胡萝卜 西红柿 今天我们这个红烩牛肉加起满足 调料非常简单 牛肉 胡萝卜 土豆 西红柿 我们放给了 少量的白糖 红烩牛肉的口味特点就是 咸鲜 微甜 颜色 重量 盐 番茄酱 加入料酒 然后我们加入葱姜 别的香料我们都不加 加两片香叶 现在我们加入开水 刚没过牛肉食材原料就刚刚好 我们加上盖 大火烧开高压20分钟 这个高压锅压好了牛肉 我们用圆汤给它调一个汁 加入圆汤 来点盐 将牛肉胡萝卜倒入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这个红烩牛肉的时候 它有一个会 会呢我们就要让它锅一些汁在里头 我们加一点水淀粉 油一点粘稠 然后挂上食材的主料跟配料就可以了 可以了 咱们出锅了 红烩牛肉 这道味道独特色泽诱人的红烩牛肉 就做好了 来来来开饭喽 点鹌 点鹏 点鹁 点鹏 感谢观看